第二十三章 族群贡献 至强至宝乃是镇族至宝 作为巅峰族群 若是没有一件至强至宝在族群当中 人类族群的诸多超级存在们 心中也是一直有些不安的 而现在巨腐创始者得到一件至强至宝 这简直是强强联合 令人类强者各个激动 虚拟宇宙 那独立未免空间 人类族群的超级存在们 齐聚一起 自原祖被镇压 我人类族群一直隐忍 到了今日 巨腐创始者有至强至宝在手 我人类族群在原始宇宙中 地位便不可撼动了 我刚得到消息都有些发懵 现在才敢确定 自原祖被镇压后 当初根本不敢和我们斗的妖族 虫族 机械族 就一直想要压我们一头 特别是妖族 现在巨腐有了至强至宝 那妖族的两位妖族 怕也不敢那么嚣张了 长桌上一盘盘佳肴 一壶壶美酒奉上 巨腐创始者 十九名宇宙之主 都坐在那 大肆喝酒 高声谈论 都显得很是兴奋 大家暂且保密 巨腐创始者连道 我现在还在清风界内狱 要赶回来也得要些时间 而且我得到至强至宝的消息 除了我们人类族群强者外 没有其他谁知道 暂且保密吧 待到恰当时机 我再使用至强至宝 以获得奇效 是 对 一个个宇宙之主 进阶点头 拥有至强至宝的秘密 将来肯定会公开 毕竟拥有一件至强至宝 总不能一直藏着掖着 巨腐创始者可不像罗锋 罗锋现在也就一名宇宙尊者 即使凭借密文图流派造诣高深 凭借至强至宝星辰塔 在宇宙之主中都算不上最顶尖 最多是保命能力超强而已 巨腐创始者却完全不同 一场庆贺盛宴 人人欢喜 这乃是人类族群的一大盛事 代表着人类族群终极武力的一次跨越 自然各个激动 所以先是聚集在一起喝酒庆贺 紧跟着也是三三两两 彼此谈笑着 罗锋 混沌城主端着一黑色酒杯 走向罗锋 罗锋也拎着一酒壶 老师 罗锋连硬道 哈哈哈哈 今天开心 真是开心啊 巨腐他最擅长的便是伏法 且是一幅跨入宇宙最强者行列 混沌感叹道 这次恰好得到的至强至宝 就是一柄巨腐 这样的一柄至强至宝在手 巨腐他的实力 绝对达到一个崭新高峰 罗锋也连点头 对 至强至宝也要看适合不适合 一个用斧头的突然得到一柄剑形至强至宝 虽然用起来实力能得到提升 可终究是不如使用斧头类至强至宝 当然斧头类至强至宝 看似属于攻击类 可既然作为至强至宝 一般都是兼有诸多威能的 罗锋 你之前和我要纳宇宙周的详细资料 混沌城主笑道 之前给过你一份 我刚刚和巨腐聊过 他那还有更加详细的 我现在便发给你 谢谢老师了 罗锋大喜 巨腐创始者带着的地图资料 宇宙周资料自然越详细越好 毕竟那位不知道 哪一个轮回时代的劫贩子 遗留的那千丝图 记载的也仅仅是 宇宙周中其中极少的 一部分区域而已 三大决地既然是决地 那无尽岁月来 便没有一个强者 能够真的有完整的决的地图 没谁有这样的能耐探索 清楚决地内的每一个地方 老师 我也有一份有关宇宙周的地图 罗锋连道 是我在清风界内机缘巧合下得到的 我发给老师 哪的 哪个势力的 混沌城主端着酒杯笑着 可紧跟着他笑容凝固了 端着酒杯愣了许久 而后惊叹看向罗锋 好小子 竟然都记载了宇宙周部分核心区域 我人类族群到现在搜集的宇宙周地图资料 加起来 也就和你这得到的一份相当 是从第一宇宙时代强者那得到的 一般强者 即使看过地图资料都会迅速销毁 不会随身携带 混沌城主看向罗锋 就像我人类宇宙族群 我上次让你观看 也是让你迅速销毁的 而敢真正随身携带地图的 都是极度自信的 比如我 比如巨斧 比如一些保命能力超强的宇宙之主 以及诸多宇宙最强者 混沌城主说道 罗锋也点头 觉得地图乃是一个族群的机密 也就族群最高层能共享 比如巨斧创始者得到 会无偿给其他宇宙之主 罗锋得到后 献给族群 大家也会无偿共享 这里的无偿共享 是族群内部共享 而外部势力付出再大代价 人类族群都是不会轻易交易 即使交易 那也是得经过族群高层商议才会去做 或者唯有巨斧创始者 单独本身有资格进行交易 能随身携带地图的 那都不是一般存在 我还没能耐击杀 罗锋摇头 我是在清风界水域探宝 机缘巧合得到一份千丝图 千丝图中便是记载着 这宇宙周的地图 千丝图 这么奢侈 应该是宇宙最强者 混沌城主感叹唏嘘 也对一个个轮回时代 在遥远时期 不知道多少宇宙最强者陨落 他们遗留的一些地图 或者宝物碎片等等 三大绝地内经常能发现一些痕迹 宇宙之主们 三三两两喝酒聊天 都过来 哈哈 我人类族群又有一喜事 巨斧创始者直接喊道 一些在周围的宇宙之主们一听 顿时各个眼睛发亮 连都坐回椅子上 有些更是直接喊道 巨斧创始者什么喜事 难道谁又得到至强至宝了 彭公 你以为至强至宝怎么容易得到的 巨斧创始者却是笑着看了眼罗锋 而后道 罗锋他在清风界水域 机缘巧合得到了不知道 哪一个轮回时代的宇宙最强者 遗留的千丝图地图 那千丝图地图 记载着宇宙周的部分区域地图 花 千丝图 宇宙周的 记载着多大范围 这种完整的千丝图 记载着的地图一般都会很大 各位宇宙之主都为之兴奋 巨斧创始者点头 声音雄浑 有关宇宙周内域多了一倍范围 且有些许核心区域 顿时又是一片欢喜庆贺 不少宇宙之主都端着酒杯找罗锋 有感谢罗锋的 又有祝贺罗锋的 在这种热闹中 罗锋也感觉到了人类族群的团结 至少在为了族群方面 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罗锋 巨斧亲自走到罗锋这 单独找罗锋了 巨斧创始者 罗锋应道 你无偿奉献地图 且是觉得地图 巨斧创始者双眸凌厉感叹道 对族群功劳极大 只是越是强者 族群的强大 反而需要强者的奉献 按理说 你这一份地图 应该给你过万质宝典才对 只是族群的宝物也是有限 也是宇宙之主们 无尽岁月奉献才累计那些 所以贡献过大石 族能也无法急于等价回报 巨斧看着罗锋 罗锋也笑了 他明白 族群的宝库也是有限的 就靠着这十几个宇宙之主 和宇宙最强者的贡献 宇宙之主 贡献还较少 主要是巨斧创始者 巨斧创始者的大量宝物 都是直接放在族群内 完全是无偿的 他搜集到的地图 也是无偿给族群 就仿佛照顾族群的一个大族长 呵护着族群 所以我也只能给你五千只宝典 巨斧创始者道 巨斧创始者你都是无偿 罗锋道 你需要的是强大 巨斧创始者 笑看罗锋一眼 不必拒绝 五千只宝典就这么多 你想要更多也得不到 不要也不行 至于想要为族群奉献更多 尽早吧 你尽早跨入宇宙之主吧 罗锋也重重点头 他愈加感觉到人类族群靠的就是这二十人 十九名宇宙之主和一名巨斧创始者 当然还有元祖无形的影响 就是这么一群存在在拼着 巨斧 混沌他们 则是领袖 需要大的难题 都是他们解决 我也会为族群贡献更多 撑起一片天的 罗锋默默道 从族群那得到的宇宙周 详细资料 在配后结合后的详细地图 麻烦了 罗锋坐在扬州城离罗府 很近的一家餐厅角落 阳光透过玻璃晒在身上 罗锋端着茶杯 眉头却是皱起 按照资料看 三大绝地之宇宙周 所谓的信物 也有高低之分 从低到高是黑色信物 青色信物 银色信物 这三个级别 而黑色信物 一般就需要 极强大的宇宙之主 才能侥幸得到 青色信物 一般是在宇宙最强者手里 银色信物 似乎两大圣地的强者才有 罗锋皱眉 青色信物 所代表的密室独立空间 正是处于宇宙周内域深处 算是核心区域的边界 已然极度危险 一般是宇宙最强者 才有能耐得到青色信物 杰粉子啊 杰粉子 你一流宝藏 选个稍微容易抵达的地方 比如黑色信物密室空间 不就行了 我还有把握 你非要藏在青色信物密室空间 就算我老是混沌城主 都没把握 闯到那等地方 让我闯过去 罗锋暗叹 虽然无奈 可是在回到地球的第三个月 罗锋便独自悄然离开了原始宇宙 再度进入宇宙海 这次却是前往宇宙周 然后再选入宇宙海 优优独自悄然离开了原始宇宙海 这次却是草川的图 优独自悄然离开了原始宇宙海